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十元聊天室 好的 大家應該都知道我很愛看書 那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 不久前看了一本書叫做 將將 欸 裡面 焦慮也沒關係 好 那我覺得現在的那個書 其實很多都在探討這方面的問題 那我其實大概都會想說 啊 應該內容都差不多 就不太會有興趣 那這本書不是新書 也沒有在盤榜上 就是放在某一個就是 很不起眼的地方 然後我走過去的時候想說 欸 焦慮也沒關係 他說焦慮也沒關係 然後呢 就這樣吸引了我 那看到的時候就覺得鬆了一口氣 對啊 焦慮有什麼關係 在這種快速變硬的世界 不焦慮很難好不好 更重要的是要發現自己的焦慮 接受這個焦慮 然後與它和平 共本書它一共分成六個章節 分別是 存在成長選擇社交職業愛情焦慮 然後它會分別提出不同的看法跟建議 那當你發現自己有某個焦慮的事 出現的時候 你也可以快速返到這個地方 我覺得也是還蠻不錯的分類方式 那不知道大家覺得自己有幾種焦慮呢 焦慮呢 像我自己覺得我應該每一種都慘都有一點 但是就是程度不同 那其中我很想跟大家分享的地方有兩段 那第一段是我自己非常就是 欸我也會這樣的地方 就是呢 作者說當你很焦慮的時候 不妨打起精神徹底提家裡做一次大掃除吧 那這邊是作者論點 他認為生活本來就是由一點一滴的細節構成的 當你在打掃完後洗個熱水澡 換上乾淨熟識的居家服 坐在乾淨的房間裡 來杯咖啡 聽聽音樂看看書 或者什麼都不做 光是住在一個更乾淨的環境裡發呆 就是一個更高品質的享受 我覺得非常的有共鳴 因為我自己焦慮的時候也是會去整理房間 那我覺得在整理房間的時候 不僅僅是在整理空間和環境 同時也是整理自己的心情跟生活 就是會覺得 哇一切會煥然一醒 然後就是有一種滿足感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容易 大家都能夠做到的事 所以我推薦給大家 那另外一段我很喜歡的是 在選擇焦慮裡面作者提到 感到迷茫其實是一件好事 那作者說他之所以不再擔心迷茫這件事 也不是因為他的方向清楚了 而是因為他發現即使一直迷茫 只要不沉淪生活也不會帶他太放 是一個非常容易造成焦慮的原因 但是我覺得我們不如就接受這個迷茫吧 雖然迷茫著但是因為也努力著 所以不會覺得現在的生活不好 我覺得雖然可能還沒有發現自己的長處 還沒有找到自己的方向 但是從你現在能做的地方 能努力的地方 繼續奮鬥著 你有一天一定會走到一個 意想不到的地方 我自己是這樣相信的 那當這樣的迷茫的焦慮出現的時候 我也不太會害怕 因為我覺得 啊至少我有努力做好 我現在能做的事 那我就會稍微能夠緩解自己的焦慮 就像作者說的 讓我們心安的 從來都不是你有一個很明確的目標 而是追求過程中 能不能讓你感到踏實 迷茫從來都不是第一個奇之就能緩解的 所以我覺得 就算你的目標再怎麼明確 你還是很容易遇到很多困難 然後感到迷茫 但是呢只要你確定你自己 已經在努力著 踏實著 我覺得就 接受這個焦慮 接受這個迷茫吧 然後繼續努力前進 好的 那今天的總結就是呢 其實我在決定要分享書之後 一直在想 我在這個短短幾分鐘內 到底能夠跟大家講什麼 應該要講什麼 然後 能夠帶給大家什麼樣的新的想法呢 就是一直在思考 我應該要怎麼做這樣 那我大概把這本書翻了三遍以上 然後選出我想分享的兩個地方 因為我覺得 每個人看的 呃重點 還有會產生的想法都不一樣 那 其實書上常常寫很多大道理 然後寫很多 其實我們 早就知道的事 也不是看完書照上面的桌就很成功 但是我覺得 看書是為了 讓我們自己能夠多思考一點 多了解自己一點 然後多產生一點自己的想法 我覺得才是最重要的事 那我認為現代人的 焦慮也是一件很普通的一件事 所以我們只要知道 我們有什麼樣的焦慮 為什麼焦慮 然後學習跟他和平共處 我覺得這樣就好了 希望大家不要再為了自己的焦慮去焦慮 謝謝大家 掰掰